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豪门而已 他们俩在婚后都帮各自老公承担了不少经济上的压力 老公传了祸折腾出来的事情到最后都是老婆帮忙担着 尤其是小S 他老公传出了多少桃色经文 他还是说自己老公挺好的 我们都以为小S是最先离婚的那一个 可是没想到最先离婚的是大S 11月22号 网传那么长时间的婚变最终落下帷幕 大S和汪小飞发了离婚声明 他们俩是真的离婚了 十年的婚姻终落幕 大S在这段婚姻里也付出了很多 但他们的婚姻还是很让人遗憾的 小S还没离 大S已经快都斩乱麻 把婚给离了 这对姐妹花可以说是 有着同一种人生 却有着不同的结局 主要是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同所造成的 看人不能观看外表 看似大S很温柔 但其实她向来都是最狠的那种女人 像大S这样的也有好处 她把自己给活成了女王 也不会受什么伤害 因为她懂得及时止损 我这篇文章就是通过对比大S和小S的 同一种人生的不同结局来探讨 一个女人的性格 到底对她的婚姻有着怎样的影响 你更喜欢哪种性格的女人呢 当面对不是那么如意的婚姻 你是大S还是小S呢 大S性格上本身就是很强悍的 大小S出生在台北的一个普通家庭 他们的父亲经营着一间银楼 虽不是特别富裕 但也属于吃喝不愁的那种 其实大小S还有一个大姐 但是她们的大姐是属于比较普通的那种 没有进入娱乐圈 她们家重能轻女是大家所公认的 因为从小S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小S叫做徐希弟 就是因为徐爸徐妈想生个弟弟 徐爸徐妈的关系不好 也跟生不出儿子有点关系 大小S上学之后 徐爸沉迷于赌博 不仅欠下了百万的赌债 而且还在外面有了情人 即便是闹到这个份上 徐妈跟其分居 但还是没有离婚 大小S也曾问他们的母亲 为什么不离婚 徐妈跟他们说了没有勇气 多年之后 母亲婚姻的悲剧 也在他们姐妹俩身上上演了 但是徐老三还是没有勇气离婚 反倒是大S快都转乱麻 把婚给离了 关于大S的婚姻 他母亲也是一向地持劝和的态度 但母亲左右不了自己的女儿 毕竟他这个女儿狠啊 一旦说出去的事情 哪里是玩玩 向来都是最认真的 大S从小就很强势 果断有主见 我们常说老二最容易被忽略 但在他们徐家母女私人里 他才是化世人 小时候徐爸喝得敏挺大醉 也会对徐妈拳打脚踢 大S是那个赶出去保护母亲的人 大S的性格向来强势 他是Ladia 是决策者 是能保护自己的人 他们的恩师王伟忠说 大S就像是一个女侠 外面有声音 他拿起剑就会冲出去 小S像女侠身边的小罗A 躲在一边偷偷地射小飞镖 性格不同导致他们在面对同样婚姻的时候 处理的方式方法也会不同 小S是那种被婚姻拿捏的女人 即便是老公徐亚军在外面拈花惹草 她好得站出来说一句 和老公很好 那只是她很好的女性朋友 大S就不同了 汪小飞是被她拿捏的男人 汪小飞要是被人拍到了 肯定是第一时间跟老婆道歉 跪求原谅 而大S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 所以现如今 小S还是继续在婚姻里隐忍着 她还说自己很幸福 但是大S已经快都斩乱麻 把汪小飞给开除了 大S很有主见 她从小就知道自己还是在当艺人 所以即便是母亲反对 她还是毅然决然地抱考异象 不仅自己考还拉着小两岁的妹妹一起 小S哪里敢忤逆自己的母亲 但是大S敢 她做事向来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他们姐妹俩出道这么多年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事情小S都是听从大S的 小S可以说是一直生活在大S的阴影里 因为大家很喜欢拿他们姐妹俩比较 大小S的分水岭是在2000年 这一年大S出演了流星花园里的山菜 从那之后大S主要把心思放在演技上 而小S主要还是在综艺上面 也是从那之后 小S的主持功底就展现了出来 其实他们姐妹俩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都挺优秀的 但我更喜欢小S一些 我觉得她比较好接触 至于大S会让人有点犯处 让人生怕得罪她 大S对自己非常的狠 这是在娱乐圈公认的 为了变美 她可以什么方法都尝试 她美白减肥那些方法 可以说是非常的极端的 别看大S现在挺白的 但是她曾经也属于皮肤比较黑黄的那种 为了变白 她可以让自己完全不晒太阳 大S还出过一本书 《美容大王》 上面记录了她是怎么样让自己 变美变白变瘦的 一度被很多爱美女性所推崇 从人生家庭的性格来看 大S这种很是骨子里的 而且她的很特别的有行动力 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女人 大S为了怀孕甚至开始吃肉 而且她还放弃了自己一直坚持的减肥 一度胖到160多斤 敢想吗 一个要么瘦要么死的女明星 竟然也可以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有那么大的变化 我觉得她曾经是很爱王小飞的 只不过见如今爱不爱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因为爱即便是办了一场土的吊渣的婚礼 即便是现在依然被嘲笑 她还是坚持着自己的婚姻 可是现如今汪小飞让她太失望了吧 冰冻三尺对一日之寒 她已经不愿意继续坚守了 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大S还差点命都没了 第三个孩子 要不是医生宣判死刑 估计她还会继续 后来这段婚姻 大S的付出可是比汪小飞多得多 汪小飞在婚姻里也把她给宠成了公主 可是汪小飞生性爱折腾 她在生意上折腾这么多年 也没折腾出来多少钱 没准还得让大S填补这个空缺 他们的婚姻荒唐地走了十年 本以为还有下一个十年 但是汪小飞愿意 她的小公主已经不愿意了 还有他们俩六月份闹出来的婚变 汪小飞等于是单方面被判了死刑 汪小飞被呛了之后 立马发微博道歉 甚至还去台北求和 但是最终还是于事无补 大S一旦做出决定 不会轻易改变 她向来是比较狠的 许妈也曾经出来说 女儿女婿和好了 但是大S还是很果断地离婚了 其实离婚对大S影响不了多少 她已经很久没来内地了 然后一直以来都是她带着两个孩子 在台北生活 这段时间有没有汪小飞这个丈夫 对于她来说都无妨 大S是越来越独立了 等一个女人越来越独立 也就意味着她不再需要男人了 小S依然是在婚姻里犯着糊涂 她仍然说自己是很幸福的女人 但是大家都在嘲笑她 因为她老公人品靠不住 但是婚姻这事怎么说呢 离婚有离婚的好 不离婚也有不离婚的好 关键是看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吧 她们姐妹俩像极乐现实生活中的我们 有的女人性格比较强势 且内心强大 所以她们是万万不会在婚姻里隐染的 她们也有能力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 也有一种女人的 你觉得她该离婚了 可是她一直隐染着 还在苦苦地熬 不管你是否那种狠的女人 还是希望你能不被婚姻拿捏 女人强大一些 可以在婚姻里少受点伤害 你更喜欢大S还是小S呢 可以在婚姻里没有 我还在婚姻里